达克难东方朔 克难东方朔曰 苏秦章仪亦当万圣之主 而身都清相之位 则及后世 今子大夫 修先王之术 慕圣人之义 访诵诗书百家之言 不可生计 助于主伯 纯服耻落 福应而不可适 好学乐道之孝 明白甚矣 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 则可谓博文变质矣 然西立尽忠 已是圣地 旷日持久 即数十年 观不过侍郎 未不过侄己 一者尚有一行矣 同胞之徒 同胞之徒无所容居 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 窥然长息 养而应之也 事故非子之所能备 比一时也 此一时也 其可同在 福苏秦张仪之时 周氏大坏 诸侯不朝 立正争权 乡秦以兵 并为十二国 未有雌雄 得势者强 失势者亡 故说得行言 身处尊位 珍宝充内 外有苍脸 则及后世 子孙常想 今则不然 圣地得流 天下震慑 诸侯宾服 连四海之外 已为代 安于富于 天下平均 何为一家 动发举世 由运之掌 贤与不孝 何以异哉 遵天之道 顺地之礼 悟无不得其所 故随之则安 动之则苦 遵之则为将 卑之则为卤 抗之则在青云之上 抑之则在深渊之下 用之则为虎 不用则为蜀 虽欲尽竭孝行 安之前后 福天地之大 市民之众 结经迟说 并尽福凑者 不可生数 犀利目之 困于衣食 或失门户 使苏秦张仪 与仆并生于今之事 怎不得掌顾 安敢往侍郎乎 传约 天下无灾 虽有圣人 无所施财 上下合同 虽有贤者 无所立功 故月 时亿事亿 虽然 安可已 不悟修身 乎在 师月 古中于功 声闻于外 赫明九高 声闻于天 苟能修身 何患不容 太共 体行仁义 七十又二 乃涉用于文武 得身觉说 风于其 七百岁而不觉 此事所以日夜滋滋 修学闽行 而不敢待也 辟若吉林 非且明以 传约 天不为人之物寒 而绰其东 地不为人之物险 而绰其广 君子不为小人之凶凶 而意其行 天有长度 地有长行 君子有长行 君子道其长 小人记其功 诗云 礼意之不迁 何续人之言 水至清则无语 人至茶则无土 免而前流 所以必明 头矿冲耳 所以色聪 明有所不见 从有所不闻 举大德 设小过 无求备 于一人之意也 往而执之 使自得之 忧而柔之 使自求之 魁而夺之 使自所之 改圣人之 教化如此 欲其自得之 自得之 则民且广以 今世之处 今世之处是 实虽不用 快然无土 阔然独居 上官许游 下茶皆余 既同饭离 中和子虚 天下和平 与异相符 寡偶少徒 顾其遗也 此何遗余余宰 若福 焉之用悦意 勤之任理思 立一击之下棋 睡行如流 屈从如环 所欲必得 恭若秋山 海内定 国家安 是欲其使者也 子又何怪之也 于曰 已管亏天 已离侧海 已亭状中 岂能通其调观 考其文理 发其阴声哉 由事观至 辟由京渠之喜狗 孤屯之则虎 智则弥尔 何功之友 今已下余 而非处事 虽遇悟困 故不得已 此事足以明其 不知全辩 而终获于大道也 除非 估计 中热 邮 请 同 编